我一某地 我一某地可以卖 我的一某地可以卖1000万 但是给农民给多少来 大概就是100万 或者50万 那么就他政府是 把绝大部分好处 政府漏在刀里了 那么我这个 我家的地被争了 那么我当然会想 我会你给我50万 我不干 给100万不干 我要500万 或者说我要300万 那政府呢 因为人也是有私心者 三番者他也认为 我要追求我个人的最大 因为中国这个产权制度 他没有明晰 没有明晰 他没有产权 他认为都是政府的 老子共产党打天下 做天下 所有都是我的 没有你的 所以他就认为 这个你要跟我争 你那么个人有私欲 我要求争取多要一点 政府认为绝大部分 都是我要独称 这个红色基金 红色基金是我做的 那么就 这个人的小罪 和政府的大罪的对抗 这种对抗 那么为什么他要去散反呢 因为政府太强大了 他太弱小了 我要通过散反 闹反 通过一些 一些所谓的这种 民生事件 就比如说我刚才 受到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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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币兄 就是说 说要提到杀我的 这个币兄 他实际上 他真的考虑杀人 他之前就是因为善法 他 成绩得不到解决 我们在成都电视台 有一个老外 做主持人 他有次 有次在主持的时候 他就提了一把刀 是一个大型会议 主持 我们在成都电视台的时候 有一个老外 做主持人 是年轻的老外 美国人 他皮了一把刀子 敲敲靠近这个老外 然后靠近老外 是一刀通的老外的下狐 然后这个老外 他莫名其妙 他一下就捕捉凶 然后就把这个 警察上来 就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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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哥 抓住 最后是判了三年半 为什么判 他就是因为 他这边剩下杀人 还有他就是 这个 美国这个小伙子 原谅他了 他知道他是上法 他是有冤屈 有冤屈 他就原谅这个人 所以是判得很轻 判得很轻 就说呢 他就会制造事端 因为他制造事端 有更多的社会 社会的影响的时候 他才能跟政府 这么强大的 来对抗 来对抗 形成就说 一个力量的平衡 所以为什么上反 很多人 很多人上反的话 他要去 做些过急的行为 要去闹反 他不希望犯下 他很难犯得下来 你如果内心 没有对罪的认识 自我罪的认识 我说我们要 叫上反者 有罪的认识 首先认识 我们是有罪的 那么你最好能 把那种罪先犯下来 把那种报复 那种社会的那种 你用合理合法的 有爱心 我们知道在这个社会 合理合法 要通过正常的渠道 去上反 也很难 但是怎么办呢 我觉得我们仍然觉得 如果倘若你相信 上帝说了 生冤在我 我必报应 这是圣经中的话 上帝 告诉那些受冤去的人 那么我们说 你有终极的盼望 我们希望他们 不要用那种 瑞级的方式 血债血环的方式 血气的方式 那种瑞级的方式 来跟社会对抗 来跟社会对抗 这是上反者的 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我要回应这点 谢谢 我记得 原来我都知道一些 很多很生动的事例 那个 那个 国庆有一些 有一些例子 你讲的 越具体 我们就越容易 理解你们这个事工 你再讲 介绍两个 事例吧 介绍一个 你们和那个 上反者之间的一个事例 再介绍一个 你们和警察之间的事例吧 实际上我们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 做了这么多的上反者的话 对于警察 对于警察 它仍然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因为警察 它是来执行命令 我们通过上反者的话 我们 我们总结的 上反者团系 和 人一般家属员 就是第一 我们总结出两条 很重要的 与警察相处的经验 一条就是 朋友来那 有好久 若是警察叔叔来那 迎接他们的是福音 第二就是说 面对警察不是恨人挑战 是爱人挑战 你不是要去恨他 你不是要觉得 警察要了管 你仍然觉得 他是来听福音的 他来 他来监控你 他来监督你 他来监视你 他来跟踪你 他仍然上帝 要把一个 没有对福音 有理解的人 派到你 这个地方来 让你在你这个地方 通过你的管道 把福音 交灌在他那里 所以我们 这么多年 是 是做 三反者团体的时候 我 我现在 从 2009年到 秋雨 圣约教会 到现在的话 大概 我前前后后 接待的警察 大概有 有 一百七十多位 前前后接待的 各样的警察 领导的各样的警察 也包括工作人员 这个 政府的那些领导 包括民中局的 这些 等等 大概有 一百七十多人 多位 主要是警察 主要是警察 大概是 有七八十位 是属于警察 这包 就是在 差不多十多年的时间 在这个群体的话 只要我们说了 这个 上反者的话 他是 他是有很 很强的那种 就是精神的问题 但是在警察 对付里面 仍然是如此 警察 据我们现在统计 警察的抑郁率 就是说警察的抑郁检测率 是所有公务员中最高的 因为警察加电话之后 警察加电话之后 他24小时都不准 都不准关手机 所以有警察告诉我说 他说老张 你还是要联名我们 他说 你们不要搞事吗 联名我们一下吗 他说 你知道我 我只要 我本来就在休息 我本来就要给小孩抗病 我本来就是 我今天约好的亲属 要出去一个团聚 你们 你们做这个活动 我们上面 我们又要来找你们 你们又没有做什么坏事 那么我们又顾得不来 他你要连面一会儿 像我们吗 他在警察的抑郁检测率 是所有公务员中最高的 在就是我这个骗区的警察 就是我们这个派出所 有两个重度应用力 异域的警察 他都不能配枪的 因为因为配枪 他有可能打自己的同事 那么轻度的警察可以配枪 中度的异域的警察 任何扣平 重度异域的警察 连枪都不能配的 所以警察也是一个 非常弱势的群体 这个国家 这个什么事情 特别像 特别像这个 政府的 政府的撤枪 这些结果 最后的压力 维吻的压力都落实到警察 这地方来了 所以警察来的时候 他仍然在听你的福音的时候 听你们唱歌的时候 他仍然是犯松 他仍然是 就像我刚才说的 那个接办的书记 接办在 在成都市接办的话 他相当于是一个处级干部 相当于像是一个县委书记的那种角色 成都市的一个接办 那么他听到 我跟他唱 这个提言点和烟花靠近三星的人的时候 他的眼泪和气泛都要出来 就他内心了 有人性的东西 有圣灵在撞击他们的亲民 但是他们又要执行他们上面的命令 那种免危其难 脸头受气的感觉 在他们身上表现非常强烈 我们在面对警察再见的时候 我们从来不想给他们来发生冲突 你要把我带走 我完全服从你 你来 只要你手续齐全 或者你手续不全 你不让我来参加上面的团结 要把我带走 我们就完全顺服 完全顺服 这也是在顺服上帝的一种表现 顺服上帝 我在129之后 他们民中局 国保 市区的国保 市国保 区国保 然后区上的 我们青山区的民导 也包括民中局的人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三字教会的年轻的传道人 到我家里 新几个人 他们意思就说 老张 你还是要写个保证 所以不要参加教会的活动 等等等等 我说为什么要写 我说我们是 宪法是允许你信任自由 我说我肯定不写的 他说 这个时候 三字教会的长老 一个年轻的长老 三十多岁 他就说 张帝说 我们还是要顺服上帝 我们要顺服再上帝 他说我们还是 上去说 我们要顺服再上掌权者 他说 连宝多也说了 顺服再上掌权者是应当的 我说 兄兄 你说得非常对 我们当然要顺服再上掌权者 我们不但要顺服 我们还要模范的顺服 我就问旁边 我们的骗区的警察 和市区的国保 市区的市的国保 和区的国保 都是领导 我说 你们只要找出张国庆 这么十几年来 有一件或者半件违法的事 我就今天把这个 你们要求我写的保证书 我就签字 只要你们找出一件或者半件都算 我违法犯罪的事 我就看他们 像谷歌和谷歌和这个百度搜索网 他说 老扎 确实没有 确实没有 我就给我转个头 我就给这个 三次要求的这个长老 年轻的长老说 你看弟兄 这就是顺服上帝 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 遵纪守法 就是顺服上帝 甚至他们欺负到我们头上来 我们仍然顺服他 但是如果说 今天要我们来 来说 要不要让你信念 背叛你的信念 是断付不可信 断付不可顺服的 我看他年轻的咱了 瞬间脸色发红 地上有个 有个裂缝的话 我估计他就装进去了 所以我们仍然说 顺服也是人单的 也是这样 然后我就回应这边 谢谢 谢谢观看